我们船在中东的卡塔尔装原油 计划装载220万桶 你们肯定很好奇这里多少油 如果换成吨算的话 大概是30万吨 西方国家习惯上用桶作为计量单位 昨天有老铁留言问 为什么汽油的价格涨了这么多 是不是因为装油的桶涨价了 这个问题信息量太大 在这里就不方便解答了 现在装货完毕 我们即将启航回国 预计航程9100公里 我们船从波斯湾穿过 霍尔木兹海峡 进入阿曼湾 到达阿拉伯海 再横穿印度洋 进入马六甲海峡 之后进入中国南海 再一路北上 最终抵达中国海南扬浦港 现在我们准备从 霍尔木兹海峡出来 这个海峡是进出 波斯湾的唯一途径 这里也被称为世界油法的开关 全球三分之一的海运贸易 要经过这个海峡 每天有3000万桶原油 从这里运往全世界 绝对是21世纪海上的生命线 出了霍尔木兹海峡 咱们就进入了阿拉伯海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了 十多天的无聊行情 很多老姐好奇 我们船员在船上都干什么 这里就是驾驶台 值班驾驶员和值班水手 会在这里值班 一个班是四个小时 工作四个小时 休息八个小时 三班岛 这里面很多航海一席设备 现代化船舶 早已经实现了自动驾驶 放大洋航行 有时候好几天看不到一条船 甚至连只鸟都看不见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值班的时候都能干什么 跟我一起值班 有一个山东的水手 口才不错 虽然是初中毕业 但是相当有实力 嘴就像开过光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号称家里有三个女朋友 因为不知道选哪个 被迫无奈选择了航海生活 我比较单纯 竟然也相信了 在这里也奉劝大家一下 稍微多看点书 否则你上船后吹牛都没有 不对 跑船都没有水平 艺人最后比拼的就是文化 很多老铁关心海员 好不好找对象 就这么跟你说吧 一个月纯胜几个W 什么女朋友找不到 我这跑船也有十多年了 除非是你眼光特别 印度洋 冬季的印度洋风力正常都在七到八级以上 我就喜欢过这样的海域 因为拍视频容易上热门 上一次我们船就碰到了台风 这次让你们失望了 大部分海域都是风平浪静的 麻烦大家点点红星 长按点赞可以触发彩蛋特效 咱们这个船很大 如果遇到了海况比较差的时候 多少会有一些晃动 我轮全长334米 宽60米 行深30.5米 从船底到最上面有70多米 差不多有23层楼那么高 主机功率25480千瓦 每天大概消耗单油90吨 油舱加满可以航行4万多公里 经过十几天的航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马六甲海峡 有人问我 马六甲海峡收费多少钱 马六甲海峡是天然生成的海峡 并且由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三个国家共同管理 各国享有12海里的管辖权 国际航道不允许收取任何的费用 完全免费的 不过沿岸国家也有自己的生财之道 尤其是新加坡 就是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一度成为发达国家 那如果船舶不走马来西亚海峡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就在泰国这个地方 泰国克拉地匣的事项已经提出 一旦开刀成功 便可绕过马来西亚海峡 从印度洋穿过克拉运河 直接进入中国南海 节约800到1200公里的航程 极大的减少的运输成本 如果从这里搞个收费站 收益应该会不错 这个项目值得研究研究 现在我们船已经顺利通过了马来西亚海峡 在新加坡茅地上伙食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加坡有名的空中花园 当年照这玩意花了四多亿 除了财大气粗 咱也不知道说什么 新加坡这个地方我去过很多次 金沙圣桃沙牛车水 亚龙湾都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尤其是亚龙湾 站在金沙的顶层 享受不一样的视觉盛业 伙食补给结束 我们船再次起航 进入中国南海 沿着越南的东海岸 一路北上抵达目的地港口 海南洋浦港 这次靠海南以后 我和船上的几个同事也该休假回家了 上船到现在八个月了 说实话船员也挺可怜的 大半年没回家了 一分钱也没花出去 都忘记花钱是什么感觉 这次准备回去休整了一个月 充好了电 再次上船 扬帆起航 这八月的航海工作 往返中东地区四次 运载原油120万吨 为祖国的建设 也算是贡献了绵薄之力 我是海员宋老师 带你走向航海之路 喜欢我作品的可以点赞 加个关注 有请不吝点赞